大家好,我是Karen 今天想和大家探討一下零下紅 先打開鏡頭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看看零下紅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喝零下紅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先說一下免責聲明 現在的內容純粹是個人分享 並不代表Yanniving公司的立場 也不會作任何醫療的建議 請大家自行搜集資料 以及請第三方專業人士的意見才會食用 好,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今天就說零下紅 零下紅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營養 裡面有零下杞子 有藍莓等等其他不同的水果 零下杞子 其實我們是有杞子蓉 和杞子皮成粒一起 所以是非常營養豐富 我們現在看看 為什麼零下紅是含有豐富礦物質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的地理位置 他的地理位置 零下九杞其實集中種植在黃河沖積平原附近 那裡的水源其實是來自清海 清海省的喜馬拉雅山的山脈 當河水流過高山峽谷的時候 水裡含有各種礦物質 而當水流到達了中國北方的零下省的時候 就會成為 吻含豐富礦物質的泥沙水 而我們的零下九杞 就在那裡種植出來的 所以它都會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和維他命 那零下九杞是含有豐富的食物 是一個非常之高 含量非常豐富的食物之一 我們平時就知道 我們平時就 我們平時就知道 其實有什麼是豐富的礦物質 就是通常是香蕉 那香蕉含有 100克的香蕉入面 含有358mg的礦物質 但是零下九杞有多少呢 100克的零下九杞 裡面已經有1600mg的礦物質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 人體其實是沒有辦法自己製造礦物質 那如果我們吸收不足夠的時候 就很容易引起抽筋 疲勞衰弱 甚至是高血 所以有時候我們運動員 那如果抽筋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說 吃蕉吧 吃蕉就非常之好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就 有機會可以 喝一下其他東西來補充多一點 那 那 還有什麼用處呢 呢 是有助抵消蠟的作用 就是鹽 那就是鹽份 可以幫你排除體內多餘的鹽份 擴張血管 降低血壓 以及幫助 控制體內液體 保持肌肉順利運作 那所以我們做運動員的時候呢 都要吸收足夠的 Protaxium 吸收足夠的蕎 那另外呢 在臨床美國腎臨 學會 期刊那裏呢 都項登過一項呢 最新的研究指出呢 攝取足夠的蕎 有可能呢 是可以保護人 免於心臟 和腎臟的病 不過呢 壞消息的就是呢 原來呢 很少人真的吃足夠的蕎 那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就建議 成人每天攝取 3510毫克的蕎 蕎 那所以 大家呢 要加油吃補充好的蕎 大家知道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蕎 那如果不夠的話也可以喝凌夏紅的 然後呢 凌夏紅裡面 還有什麼 呃 還有什麼 維他命 或者抗物質 是很豐富的呢 就是 其中一樣呢 就是 新了 那呢 凌夏紅呢 是擁有 大量性的素食來 新的素食來的 因為 平時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生蠔的 不過呢 就不是經常有機會吃很漂亮的生蠔 那所以呢 就 可能我也未必吸收足夠的新的 不過呢 我每天都有喝凌夏紅的 所以應該可以的 那 那 新呢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可以提升免疫 免疫系統 的細胞功能 和細胞信號傳遞 都 都必須要有這個物質 都要有新這個物質的 那呢 有七項的研究發現 新呢 是可以令到 普通的雙風感冒的長度呢 是減少 高達 33%的 那 另一個 好處呢 就是呢 新呢 是可以 幫忙加速 傷口的餘殼 那在另一個 Research 裡面 就是呢 有60名的糖尿病 足繪陽患者 12個禮拜的研究裡面呢 呢 同比起 只是吃安慰劑組 相比呢 每天呢 吸收200毫升的 新呢 去治療的患者 的繪陽面積呢 是有 顯著的減少的 那另一個 嗯 Research 裡面有豐富的是什麼呢 就是呢 濾胡蘿蔔素 那濾胡蘿蔔素 有什麼功效呢 它有 起碼有五種 其實不止的 不過我就 簡單說五種先 那 第一樣呢 就是 女生都非常之 重視的 就是抗氧化 那抗氧化 它怎麼可以幫助抗氧化呢 就是呢 就是呢 濾胡蘿蔔素呢 可以幫助對抗人體自由肌氧化的反應 那呢 又令到呢 可以減緩了人體老化的速度 那第二樣呢 就是呢 去預防心血管疾病 血液中呢 的胡蘿蔔素含量較高的時候呢 心血管疾病 的患病 和死亡風險 都有顯著的降低 的 那第三樣呢 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呢 可以預防癌症 那 那 實驗呢 證明了呢 食用胡蘿蔔素的受試者 去患癌的風險呢 是有明顯的降低的 而有 也有效呢 去預防食道癌 和餘癌等等的 那 那第四呢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呢 可以保護眼睛啊 它呢 人體吸收了 類胡蘿蔔素之後呢 就會轉化 轉化了 來吸收是維生素A的 那呢 可以改善 乾眼症 和夜蠻症 這兩個症狀 也有預防這兩個症狀的作用 而 葉黃素呢 對白內障 黃斑病 都有顯著的 預防的功效 而第五 我們大家都非常著重的 現在 就是呢 可以提高免疫力 那 類胡蘿蔔素 和茄紅素呢 都可以修復 免疫細胞受到氧化的傷害 那如果免疫細胞受到 即是 強壯一些的時候 那呢 就可以 對免疫細胞產生刺激 來幫助提高這個 機能提高這個免疫力的 以上那麼多種種的資料 其實呢 我就在 這一 這幾個網頁上面 來做參考的 所以 大家都可以在 這個網頁裡面 找回 剛剛我所說的資料 那就 多謝大家收聽 那 希望大家都會對 各種的營養素 有多一點的了解 也都 對靈夏紅 有多一點的了解 那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那呢 希望大家呢 如果喜歡的話呢 都可以加上我 加上我的Instagram 還有呢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PM我的 多謝大家 拜拜